由杨阳、赵露丝、轩露等主演的电视剧,且视天下播出了,无论是演员颜值还是打戏都相当出彩,特别是故事情节,很是吸引人。 该剧根据同名小说改编,从还原度来说,电视剧还原度达到了80%以上,只是将原著中多情的女主,变成对爱情有点懵懂的少女罢了。 在原著中,女主白风希是一个多情的女子,基本上是见一个爱一个,都用情淡都被伤,原著中她的初恋是燕营州,认识两天一稳定情,最后死于白风希之首。 冀州有风霜雪月四大将军,其中猎风将军燕营州位列四大将军之首,不仅武艺超绝,还赫赫有名。 玄机令的消失引起天下纷争,无论是江湖还是朝堂都想得到这个可号召天下的物件。 却不想江湖有消息传出,玄机令在燕营州手上。 江湖人士和各方势力纷纷追杀燕营州,就为了拿到她手中的玄机令,却不想这只不过是障眼法,燕营州拿的不过是一块假的玄机令。 黄巢让心腹燕营州拿着假玄机令大摇大摆的护送,不过是为了给真的玄机令保驾护航。 燕营州一路被追杀,手下折损过半,来到轩山地界早已穷途末路,决一死战之际,却被女侠白风希所救。 白风希武功高强,江湖上赫赫有名,他和黑风希二人合称白风黑希,在江湖上成名十数年,是数一数二的高手,能打得过他们的人, 屈指可数。白风希会出手相救,只不过是看不惯一群人已多欺少,也不希望曾经救下一成人的裂锋将军惨遭他人黑手。 白风希的出手,宣布他卷入这场纷争,但到底是一等一的高手,三五除二就用白灵救走燕营州。 燕营州身负重伤,又身重剧毒,白风希常年行走江湖,也没有所谓的男女大房, 扒光了燕营州的衣服,给他疗伤又吸出体内的毒血,总算让燕营州多活了一日。 燕营州醒来时,看着被扒光的自己,顿时休脑不已,白风希却像什么都没发生一般, 告诉燕营州好好躲着,自己去寒家取药,救他性命。 从那一刻起,燕营州就已经动心了,也许从未见过这么绝美的女子为自己疗伤吸毒, 也没见过这么豁达的女子,武功高强,还不嫌弃自己。 燕营州从小在军营中长大,她很久没有感受人世间的温暖了, 是白风希给了她温暖,给了她活下去的勇气。 白风希常去寒家取药,寒家早已对她有所防备, 趁着寒家老爷子六十大岁的时候,堂而皇之进去取药,着实有点欺人太甚。 前来败寿的江湖豪杰纷纷纷看不下去,却都不是白风希的对手, 直到黑风希登场,才阻止了这一场打斗。 黑风希大手一挥,十万斤给出去, 劫清了白风希曾经欠下的债,还让她拿走新药,可谓是出手阔绰。 回到山洞的白风希,没有看到燕营州的身影, 几番寻找之下看到燕营州再度被人追杀, 白风希再次出手相救,将药给了燕营州。 几番打斗之中,白风希不慎碰到了玄机令,却不想令上有毒。 再一次击退了追兵,白风希却支撑不住倒了下去, 燕营州虽然急忙封住穴道防止毒素蔓延, 但到底是霸道的伟曼草毒,要想解毒谈何容易? 不顾伟曼草毒的霸道,燕营州俯身将毒吸出, 这一幕感动了白风希。 白风希年少成名,习惯当顶尖高手, 一直都是他保护别人,却很少有人保护他, 从燕营州的身上,他第一次有被保护的感觉, 也有了不一样的情愫,情到深处,一吻定情。 月黑风高,在山洞中,燕营州放弃最后活下去的机会, 将最后一颗佛心单图在白风希的手心上, 给他解毒暂缓毒性。 追兵来得很快,被燕营州封住学道动弹不得的白风希,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燕营州为了他引开追兵, 选择牺牲。 当白风希再次醒来时, 引入眼帘的是黑风希。 白风希询问燕营州的下落, 得到的却是燕营州生死的答案。 白风希怨过黑风希, 他觉得黑风希明明有能力救下燕营州, 却选择袖手旁观, 当看到丛林中密布的机关陷阱, 白风希甚至怀疑是黑风希杀了燕营州。 那一刻, 黑风希内心闪过一丝伤心, 十年的相识, 却抵不过认识两天的燕营州。 白风希也不敢相信, 他居然会喜欢仅认识两天的燕营州, 明明他们不是同一路人呢。 从此以后, 燕营州成了白风希心里抹不开的朱砂痣, 成了他难以撼动的初恋。 本以为燕营州会成为过去, 可谁知道造化弄人, 燕营州并没死。 当初黑风希救下燕营州, 却对白风希隐瞒了他还活着的消息, 将受伤昏迷的燕营州送给一户农家照料, 最后被皇朝找到。 假死的燕营州从那以后以面具世人, 依旧是皇朝手下战无不胜的将军。 后来, 天下战乱, 青州和冀州打仗, 燕营州死在青州女王白西云的手下, 而白西云可不就是白风希。 当面具将军的面具被白西云正中眉心落下, 看到面具下的脸, 白风希崩溃了, 那可是他心动定情的燕营州啊, 却被他亲手杀死。 他恨黑风希, 没有告诉他真相, 也恨自己没有早点察觉到不对劲, 但他却不后悔, 因为他是青州女王。 电视剧将燕营州和白风希的感情线改了, 觉得这样修改十分到位, 小说中的白风希多情, 但电视剧中的白风希却很专一, 这一点很好。